您好 欢迎收看8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辉 花莲县梅伦西畔日式建筑群 是花莲市重要的文化资产 县政府向文化部争取2.4亿元 花莲市太平洋临港狼道历史场景在线计划 将在14栋日式建筑进行修缮 8月13号举行动土仪式 县长徐政卫表示 保存历史传承文化是地方发展的重要工作 期盼在专业工法修缮后 将军府能够成为花莲重要的历史文化推广园区 花莲县美伦西畔日式宿舍群 建筑修复动土典礼8月13号上午举行 由县长徐政卫亲自主持 带领地方士生向诸神祈求保佑 功臣平安胜利 县长徐政卫表示 保存历史传承文化是地方发展的重要工作 期盼在专业工法的修缮之后 将军府能够成为花莲重要的历史文化推广园区 在花莲我们在这个再造历史现场的部分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着西乡的拉库拉库西的部分 现在也石板物也很多的这个保存历史 还有我们裴莉营的活动 都都这个正非常积极地在展开还在进行中 而在将军府更是在我们花莲市 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标 以及非常重要的文史基礼的一个展现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推动认识地方 认识乡土 认识不断地在深掘 挖掘整个台湾的历史的脉动脉络 以及无论是各族群的文化 我们都非常非常积极地来进行 这也是一直希望 也让我们地方的 我们所有的乡亲 还有外地的乡亲 能够知道花莲县是一个富含的宝藏 而且富含了丰富的丰富的历史 所以这是我们当今 也是现在必须要赶快来做的 文化局长江岳成表示 这次修缮市获得文化部2.4亿元 花莲市太平洋临港廊道 历史场景在线计划的补助 其中重点就是要修缮14栋的日式建筑 花莲县文化局向我们中央文化部文资局 申请这个花莲市临港廊道历史重现计划 有七个子计划 其中一个最大的计划 就是我们美轮西畔日式住宅群 就是我们所谓的将军府 连贯的这八栋的历史建物 我们要做一个整体的维修 经过很多年来地震和台风的影响 那这八栋的历史建物 其中有一栋是我们所谓的将军府 是那时候的中村大佐所住的地方 那另外八栋是隋园的宿舍 那这些建物呢 都已经非常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文资 和故事价值在里面 那文化局很高兴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是有一些波折 但是很顺利的完成 那预计在我们在600个工作天 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会把整个将军府的这个八栋的建筑物 展现给大家的面前 文化局希望可以借由这次修复 提升花莲的文化资产利用 并且把文化资产进一步活化 导入民间能量还有商业营运机制 在花莲港区可以形成具有特色的 文化资产一日参访圈 借旅会幻视报道